七七九零三 平地三星雷PIXEL開場 先在七七樂壇這裡 有什麼分享給大家 有什麼驚喜要在這裡曝光 好 我們先介紹一下 我們是PIXEL 歡迎你們 你們那天公佈開場 接著有一個Live說 這個是四面台來的 是不是 今次的這個Show是四面台 但你們有三個人 另一面怎樣呢 你們有沒有處理這個問題 我們現在是將360度脫衣服 所以一人是負責120度左右 這個舞台其實是三角形 它是四面的 但是我們的企發 都是每人負責120度左右 會照顧那麼多粉絲們 絕對會 絕對會 現在已經是在彩排當中 如火如荼 已經進行很多排舞 練歌 甚至怎樣走位的工作 沒錯 我們都開始在排舞上 都已經盡量希望可以照顧到四面的觀眾 走位的排法 所以這次也是一個很近距離的接觸 確實是 對 我們看過Vlog plan 我們是新手烏淺小船 應該碰到第一排 沒錯 好像去到這樣 因為觀眾 大家如果有去過Star Hall 看四面台 我記得楊千華 陳柏宇 許廷鏗 J-Fone 其實真的一步就上了舞台 樂手也是在地上 他們沒有一個舞台上 當初誰說要這麼距離接觸到Puzzle們 其實這也是要感謝我們監製世榮 因為當初我們都很堅持上三面台 但他就提議四面台試試 因為始終他覺得我們Puzzle的形象比較親民 所以做一個四面台 就可以跟觀眾的交流多一點 和近一點 世榮都有很多經驗開會 一定會處理得很好的 現在跟他們 團隊們開會的歷程是怎樣 去到什麼位置 現在是否已經很安心可以彩排 還是有什麼新東西還可以加進去呢 其實已經是 已經是談了 該談的事都 歌單都確實了 我們現在就是開始去實行 即是進行排練 各方面的歌都是 所以可能這個五月就暫停了所有拍攝 或者有些錄音的東西都停了 嗯 是 閉關 閉關 宣傳了今天就離開了 真的練習了 終於收到消息了 說要開演示了 其實上次George上來介紹BF的時候 那一期就是跟5G接近開演示 那你也透露一些 其實Pixel 接下來都會有自己的獨舞 其實你們幾位 什麼時候接收到公司通知 說真的開演示呢 今年年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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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說會開演示 但實在說很肯定 還是要去到我們拍攝 那天才覺得很實在 真假的 真的 是的 是的 OK 終於收到消息了 其實我想你們出道三年左右 甚至參加比賽的時候 一定有幻想過 以Pixel的名義去踏上舞台 這一刻 什麼時候成真 那有沒有什麼自己幻想的畫面 是有跟開會的時候 跟團隊說真的要放下去的 各人可不可以說一下 Bieber先 嗯 因為其實我腦海裡面 就有一些可能 跳舞上面的畫面 或者某些歌曲的表演的時候 本身就很想做 那這次在這個表演裡面 我已經盡量 因為始終很多 未做過表演 即是不知道 原來搞表演 很多事情 原來都不是說 藝人一個人可以控制 我以前真的很好 剛剛搞的時候 心想要這樣搞 但現在就懂得協調 所以我覺得可以做到 我腦海裡面六至七成的畫面 曾經有好天馬行空的東西 對 例如是什麼 例如 希望一步一步可以做到 我想有隊似軍隊形式 去進場 就是穿試樂 然後進完場之後 就有些很 像marching band 對 不是很難 然後就變成舞蹈員 一起做 這裏是Beyonce 那樣的表演 就是大型的那些 對 腦海裡面就是那種 哦 那這次可能六七成 只有幾個學生 幾個男生 比較少 但也希望可以做到這件事 我覺得 也是第一個表演 我覺得當是 把現在可以做到最好的東西 或者自己能力裡面 控制到的東西 讓觀眾看到 哦 這要氣勢彷勃一點 Marco呢 嗯 我有什麼想法 其實都是 最主要是表達到 歌裡面 就是我自己的歌 想表達到的東西 哦 而團歌方面 其實我就是想 單純地 想炸爆的台 就是 就是 想感受一下九箭的力量 對 要這麼近 對 尤其是四面台真的很爽 可能 觀眾近我們之餘 我們都會很容易表達到 我們在台上的那種 澎湃下去 哦 所以現在都是在幻想當中 聽到音樂監製 謝國慧給你們一個展示 你們去憑空想像到時候是怎樣的 其實都不算憑空想像 因為經過了5G 那個表演之後 其實我大概可以想到 畫面會是怎樣的 不過四面台 我想會再升華到一級 在氣氛上 四面台兼顧的能力 也要多一點 對 5G這個表演其實也帶給你們很多 一個能量 甚至已經好像一個體驗 是不是 George 你自己都覺得在這次的經驗 接下來都會很大信心 還是有什麼得著呢 經過5G之後 是有增加到的 我相信我們三個今次 經歷了5G 其實會享受到在舞台那種治癒 還有就是 我覺得自己沒有平時那麼協詳 在舞台上 因為以前我也很害怕 反而現在 希望抱著一個享受的心態 去在演唱會出現 都說進來看的 你們都是喜歡你們的 做什麼他們都會 接受 所以其實放膽去做 是 George 你自己有什麼 幻想過曾經 如果真的有一個 可能自己的 表演時間的時候 都希望放這十幾分鐘給大家 我自己是最喜歡 其實我看演唱會 都是最喜歡大合唱的時刻 因為我覺得就是 觀眾的情緒 跟我們表演者 是連結在一起 尤其大合唱 大家有共鳴感的時候 我都很希望看到 有很多花 或者燈 看到大家 手機燈 對 我覺得是一個 挺和諧的畫面 這些情況 通常是 巴黎一點的情歌 但你們都不算很多 你們只能成為BF一首歌 會不會開場前 再出一首歌 好像Marco那樣 其實我們選擇了一些 歌曲 是有些意識回憶的 希望大家在我們 那個氛圍成長 一起聽到這首歌 有共鳴感 這個有趣 其實拋了多少出來 你們三個 可能加上整個 Rondown這些 意識回憶的所謂 這些歌可能有四五十首 那麼多 有什麼是 選了出來 又可能被篩選 可以分享一點點 因為我是很不小心 經常會分享全部東西出來 是 爆了出來 所以我這次都是 就是我們有一部分 我們有一部分 就是回憶殺 所以那一部分 就會是 裡面會有一些 叫做 Magnet 為不同的 我們屬於我們回憶 或者我們那個年代長大 一定會聽過這個 是 又有沒有一些 是可能真的看著你們 Pixel 由參加比賽 到很多綜藝節目 甚至出歌 MV的一些 和歌迷們 關於Pixel的回憶 放進去的表演 會的 其實我想我們 第一首歌 Braceless 開始 當然 我們自己聽到 其實都覺得 哇 很有回憶 這件事 其實就是 我們會想原汁原味地 把這些歌 呈現給觀眾 讓大家感受 我們當時出道 究竟是一個 怎樣的狀態 一起去感受 我們會回到他們的時間 會不會把你們當初的 中藝節目 例如大海藍儀 那些元素放進去 因為那時候 真的很看得出你們的性格 可以嗎 對 真的沒有這樣打聲 對 害怕放了大海藍儀 會浪費 就變成一個 中藝節目 演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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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件事 都未必會考慮 這次真的全音樂性 跳唱 有很多不同的歌曲都選擇 你們自己 拋出來 開會的時候 有幾多成的歌 是真的被採用 被接納 很多 真的嗎 基本上這次 我們三個參與到 可以說是 百分之九十 對 所以流程上 可能整個故事 都是關你的事 有沒有 其實都是 對 即是 如何排序 就是 幕後團隊 即是世榮 是一個團隊的 但歌曲上的選擇 就是我們去做的 對 給我們很多自由度 哦 這個演唱會的名字 大家都知道 就是七十五次 那會不會這次的表演 會不會這次的表演 題材都很關於 這個題目的事 OMG 錦坦和OMG 其實這次的OMG 這個是 真的 即是到時 台下的觀眾 一起戴Oh my God 這樣 一下而已 那首 O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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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點題歌 現在變成經典了 對 變成經典了 應該就不會了 留在回憶 你們說要全部回憶 這首太厲害了 不行 是嗎 可能很多粉絲 其實都會跟你們 開直播的時候 都會說 想聽什麼歌 想你們跳什麼 你們有沒有接收他們的意見 幸好沒有人提出 OMG 現在就提出 立刻大家 對 已經設定了回憶 有人會想聽我們唱以前的歌 以前的意思 即是比賽那時候 以前的組合 舊組合 即是給你們很多提議 其實你們例如 TWIN 還是 可能三人組合 比較多 我們大前輩 草蠻 你們唱歌 E-Kiss 是嗎 是 嘩 厲害 哇 你不說 你不記得了 怎麼會啊 那時候還沒組團 還沒出到 對 然後可能 這些都會放下去 這些都會放下去 這首歌我都不記得了 腦袋是多忘記 不是的 都知道你們做了什麼 所以這些都可能會放到PATCHO 三人組合 一個題目 是 本身 本身有這個打算的 但是PATCHO PATCHO 所以最後取代了這個方案 PATCHO 剛才說的回憶撒 其實不是說我們PATCHO 以往做過的回憶撒 而是我們香港人 童年的回憶 所以我們會有很多可能 是 說得了 即是那些童年會拍過的 動漫的主題曲 哦 馬國說得了嗎 不說得了 所以你們幾位都會有分享到的 糟糕了 OK 不要緊 有什麼歌 再入場才知道 很害怕 可以說錯話 所以開會的時候就是這樣 就是brainstorm 聊出來 究竟你們想放些什麼上台 先 回憶是什麼 究竟是什麼 就是大家分享出來 大家都有不同的 可能看的動漫 或者看的電影 甚至去過那邊吃什麼 那些都是 有沒有這些真實的例子 會跟可能世榮或者監製 聊過 而有放進去的表演 George 有沒有這樣的經驗 呃 等一下 好像 沒有 好像沒有這種 沒有 生活上的細節 沒有太難 所以純粹是看什麼片 阿通 聽什麼歌 大家一起播出來 看看我們那個歌群的人 大家有沒有反應 哦 OK 不過cover歌其實 都不算很多 因為其實我自己的歌 都可以 做到三分之二的回合 真的嗎 就是全部推出來了 都全部推出來了 對 全部推出來了 除了Omy7的歌不推之外 還有 還有深愛 還有 還有可能15首 差不多 差不多 也有 還有Solo 跟著下來 我要問的就是 你們在開場前 還會不會出新歌呢 Marco就有了 Phoebus和George 還會不會推出多一首歌 在表演的時候 讓大家聽到 我現在都籌備了一首歌 叫做Feed Me 是一首跳唱歌 哦 我都覺得很新鮮 希望大家會喜歡 但是現在 很忙 在準備 希望可以在演唱會前出得及 哦 錄好了 現在就準備到時排練給大家看 沒錯 是敗歌來的 叫Feed Me OK George就拿著BF 沒錯 還有沒有新歌呢 新歌應該都要結束之後 才有時間去 哦 我還在等著 我的偶像寫給我 有說過 沒錯 即是未必可以在演唱會上展現出來 對 未必可以 偶像會不會想邀請一些偶像 來你們的演唱會上表演 有沒有發了你的英雄帖 有沒有 我們的英雄帖發到團隊那邊的時候 就被抹消了 哦 團隊那邊 即是我們 即是不要了 不要要嘉賓了 你們自己都做了 對 亦都有這個方向 即是覺得 而且他們覺得我們很難得有這個機會 真的 可能粉絲方面都是想 不要要嘉賓的 可能是三個人 其實我們這次的表演 獨舞的部分都不算很多 所以有些 留一些機會給大家一起上台 對 對 那晚只能看到Pixel三個 對 OK 答應大家 千萬不要嘉賓 不要 有沒有去到這麼死 哈哈 大頭盔 Marco就出了新歌 這首歌應該會在表演唱 是嗎 會的 半途而廢搜查 對 你也要介紹一下我 好 第一次上來這裡宣傳這首歌 那 那 這首歌其實很開心 找到這麼好的demo 那 也很開心找到Winman電詞 是 嗯 很有意思的 這份詞 因為是 是我的經歷來的 所以你有跟Winman分享的 對 你是發聲音訊給他們 還是有些千字文 我是發聲音訊了很多分鐘給他 然後他又 跟我說 不要緊 你慢慢來 他很深夜 凌晨時分 這個沒有人 這個 夜蘭人靜的時候 你再慢慢錄給我 他會 很好笑 然後我錄了很長給他 最後就寫了這個故事出來 Phoebus和George好像沒有聽過 這個故事 沒有的 沒有聽過 那你的八戟分享是什麼故事 這個故事其實就是 我中學的時候單戀一個女孩 那其實這個過程其實是 其實是我自己的 不知道是因為 因為真的很喜歡 還是因為什麼心態 驅使到我去 不放棄 就是覺得 有一點點機會 不如也繼續下去吧 那但是其實 是不是真的 不放棄 就是最後就會成功呢 是不是真的堅持就會成功 就是世人說 要最重要堅持 那其實我覺得 未必是 那有些 你覺得不對的東西 就應該要半號易費 那有些 你覺得不對的東西 就應該要半號易費